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讲一讲前F1世界冠军胡安范吉奥被绑架的故事 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的一个历史 在菲特尔卡斯特罗推翻这个独裁腐败的巴基斯塔政府之前 作为一个与美国交流相当密切的一个加勒比的岛国 古巴对于美国来说其实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不可取代的 当时执政的巴基斯塔政权 它不仅亲美更喜欢搞一些样子工程 来举办一些国际的赛事来吸引更多来自美国以及欧洲地区的游客 这其中就包括汽车赛事 在巴基斯塔政权濒临崩溃之前 在1957年开始在哈瓦那还举办过三届古巴赛车大奖赛 没听说过吧 作为一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底蕴的骑士大奖赛呢 1957年首次举办的这个古巴大奖赛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 但是呢作为巴基斯塔政权它粉饰太平的一个金字招牌 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刚刚去世的英国的著名车手 Sterling Moss 以及阿芳索的Portago 包括菲尔西尔这样的著名车手 还有熟悉的卡罗尔谢尔比 应该说从车手参与的角度呢 古巴大奖赛还真的算得上星光异异 最终呢1957年的首届古巴大奖赛的冠军 不出意外 由这个范基奥驾驶的马沙拉蒂的300S 获得应该说呢第一届古巴大奖赛 还是很好看很成功的 1958年古巴大奖赛仍计划中按时举办 首届的冠军范基奥呢 也答应将继续参加第二届古巴大奖赛 在这个消息对外公布之后呢 在深山密林中正在和巴基斯塔政府军队 打游击的反抗势力开始想 怎么能给咱们添点乱 如何通过破坏古巴大奖赛的正常举行 打击巴基斯塔政府 抗击美帝的霸权 最终呢负责反抗势力 在哈瓦那地区的地下组织决定绑架范基奥 这个范基奥属于躺枪啊 他们想通过这次绑架来获得外界 对于古巴政局以及他们内部的这个反抗的一个关注 在1958年的2月21日呢 范基奥和他的赛车团队抵达了哈瓦那 开始为几天之后的赛事呢 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而在此期间呢 范基奥还应邀参加了由巴基斯塔政权组织的 官方的一个欢迎party 根据日后范基奥的回忆呢 他在酒吧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穿着皮衣的一个男子接近他 并亮出了一把手枪之后说不许动 呆了别动否则就把你干掉啊 范基奥呢就被反抗势力带走 压近了停在酒店外街角的一辆黑色的普利茅斯轿车内 进而消失在哈瓦那的街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没有被拍成电影 真的是很有画面感 作为绑架的反抗势力呢 对于范基奥本人其实没有任何恶意 范基奥本身也说 在坐进这个普利茅斯的车之后 他至少发现还有三辆车参与了对他的绑架活动 而在离开酒店的路上呢 所有的车都开得很规矩 甚至很慢 就怕引起路人的注意 很快呢 范基奥在古巴被绑架的消息就传开了啊 真正感到尴尬的呢 那这肯定就是巴基斯塔政权和他所掌握的这个部门 为了尽快的找回颜面 他这个强力的这些政府部门呢 开始动用所有的资源 寻找绑架这个范基奥的这些人 甚至呢连哈万大机场都受到了严密的控制 防止绑匪呢 将范基奥给运到别的地儿人 那就太难找了 在经过和当局的反复的商讨之后呢 古巴大奖赛决定在范基奥缺席的情况下 如期举办赛事 而此时呢 范基奥方面他在被绑架的情况下呢 已经和反抗势力的地区的负责人见面 简移一个收音机让他收听比赛的 转播实况啊 但是呢 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 范基奥谢绝了这台收音机 他并不想去收听一场 他不参与的赛事的转播 非常有趣的故事啊 营莫斯就成为了第二阶古巴大奖赛的冠军 所以在刚刚去世的 营莫斯的战绩上 还有着这么一场有趣的一个成绩啊 目光呢 在转回这个被绑架的范基奥一方啊 反抗势力呢 明显感到了深度的焦虑 因为丧心病狂 这个狗急跳墙啊 这个巴基斯塔当局呢 这个疯狂的动用一切资源来找这些人呢 导致了这些游击地员的这个安全状况呢 其实是一进一步的恶化啊 而且呢 这个他们也得考虑在赛事结束之后 如何让范基奥回到这个正常的生活中 而他们也全身而退 没想到一个特别好的方案 范基奥同志呢 在了解他们的这些担心之后 主动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要求他们联系阿根廷驻古巴大使馆 因为我们都知道范基奥他是一个阿根廷人 用阿根廷驻古巴使馆来解决这场纷争 很聪明 在第二届古巴大奖赛结束的当天晚上的午夜时分呢 范基奥就被送到了距离阿根廷驻古巴大使 劳尔林奇的私人官邸两条街的地方 在告别的时候反抗势力呢 也再次作为绑匪的角色 再次向范基奥道歉 并且呢 表示在古巴的革命成功之后 新政府会以最尊贵客人的身份 邀请范基奥再次访问古巴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写了一封 致阿根廷大使的信 信中再次表示了歉意 表示这是无奈之举 还是素质很高的一些绑匪 范基奥获释的消息呢 再次让古巴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在接受我们一起采访的时候 范基奥也表示 自己在绑架期间一直被良好对待 没有任何的不适 甚至他表示 这些是难得的冒险的经历 而且初衷是好的 我做为一名阿根廷人 完全可以接受他们 对我所做的一切 甚至范基奥的这段经历 还成为了他额外赚取收入的理由 不少媒体呢 在采访他的时候 都会附上一批 可观的酬劳 也得到一些独家资讯 其中一家来自纽约的电视台 为了能够采访他 得到独家新闻 甚至花费了 一千美金啊 当年就是不少钱 在范基奥获释两个月之后呢 当年筹划整个活动的这个绑匪 当年这个头 这头目吧 咱们这么说 就是这个哈巴那地区的一个头目 由于叛徒的出卖 听你们那么耳熟啊 被巴蒂斯塔政府 他们的这个有关部门所捕获 经历了数周的严刑拷打之后呢 他这位负责人呢 就英勇牺牲了 啊 这就是我们听 听到很多的这些行动啊 他用的这还挺合适的 他牺牲的时候 距离范基奥被绑架呢 只有七个月的时间啊 那我们记住这位同志的名字 他叫奥斯卡卢塞罗莫雅 啊 这位策划并实施了 绑架全世界最顶级 最牛掰的赛车手的古巴人呢 在新政权成立之后 被树立了 人民英雄啊 并且古巴到现在 仍然有一所大学 以这位同志的名字命名 这故事还是挺有 挺有感觉的啊 挺感动的 1960年 菲德尔卡斯托罗 他也举办了一场 名为自由大奖赛 Freedom Grand Prix的 这么一场国际赛事在古巴 啊 这一次呢 史丹利莫斯 仍然取得了冠军 只不过他已经不再开法拉利 而是驾驶一辆经典的 马沙拉蒂的Tipo 61 啊 获得了当年的冠军 由于范基奥和Mercedes-Benz 亲密关系 在退休之后呢 他担任了奔驰 在阿根廷分支机构的主席 而1981年呢 他获得邀请前往古巴 签署一项 阿根廷向古巴出口 当地组装的 奔驰货车的协议 而在机场 他获得了当年的绑匪之一 也是他访问古巴时候的 古巴的政府部长热烈欢迎 还挺有意思的 甚至连菲斯尔卡斯特罗老先生 也中断了他在主持的会议 特意和范基奥见了面 1995年7月17日 湖安曼努埃尔范基奥 离我们而去于是长辞啊 而在潮水一般的悼念的信件当中呢 有一封特别值得留意 因为上面写着 致我们永远的朋友 你的绑匪尽上 这个故事真的很感人啊 我们讲述了 在大的政治背景下 一位赛车手 在当年的一个备受争议的 一个加勒比岛国的一个故事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故事 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古巴大奖赛 以及在他背后的 这个政权的交替之间的 这些故事影响到了我们 著名的赛车手 今天的四万说车 都到底希望大家 关注下方所有的平台 微博微信公众号 抖音 关注四万大叔 关注四万说车 我们现场更多 更有趣的好的内容 我们有机会继续来讲 好玩的故事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